大家好朋友们 20点29分了啊 这有一位教授 这个他对儒家呀 发表了一些高论 我觉得颇有道理啊 这样子孔子就要迁就吗 那还得了 你要知道 我对这个中国学术的立场 现在有个清楚的原则 从秦始皇开始 有四个字叫帝王专制以后 中国没有儒家 没有道家 我所谓儒家是指孔孟 所谓道家是指老庄 这句话你记清楚 我说的 从帝王专制以后 两千多年 中国没有儒家 没有道家 有的只是董仲书这些人 儒素 把儒家拿来被统治者加以应用 表面打儒家的招牌 里面是法家的手段 只有四个字 尊君卑成 老百姓全部是工具 哪里有孟子的说法 名为贵 设计次之君为亲呢 哪里有 历代的帝王 哪一个人把名当作贵的 把君当亲的 讲去人欲存天理 就是让你老百姓去人欲存天理 当帝王当领导的人 哪一个人去过人欲 哪一个人 你举个例子 姚顺允堂以后 就是秦亥以后 比较具体 有哪一个帝王去人欲呢 说来就让人觉得难过 中国两千多年 都在这个糊里糊涂的世界里面 你稍微看一下历史的资料 我最近只不过看一本历史的书 赵毅写了二十二十杂技 人家是专业的史学家 二十二十翻过去 就写了很多杂技 你看看你就知道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只能说是可怕 令人感觉到这样的国家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讲一个中世纪 后期的故事 有一本书我上次提过 伯加丘所解的十日谈 但是在1348年 佛罗伦斯城发生大的瘟疫 于是呢 有三个男生 七个女生 就约着逃到郊外 一栋别墅里面去 避开这个瘟疫 全城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天 说没事干不行啊 每天找一个人做主人 负责协调大家讲故事 每一个人每天要讲一个故事 十个人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 出一本书叫做 这位教授台湾大学的吧 可能是台大的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帝王专制 帝王专制之后 中国没有儒家 也没有道家 有的只是法家 这些束缚的东西 都给了老百姓 这些帝王当官的 不受约束 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你 就好